新浪娱乐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李宇春 那我们今天是给李宇春的年终十问 请听题 2023年最快乐的一个瞬间是什么 我觉得2023对我来讲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在舞台上 因为就是一直延续的演唱会啦 一些音乐节啦 很多很多 就是在2023 跟歌迷朋友 跟观众朋友见面 我觉得在一起 一起分享音乐的那个瞬间 是我最难忘 也是最快乐的瞬间 那2023年有为什么事情哭过吗 蛮多的 我觉得我现在写一些 比如说歌曲啊 或者是写一些总结啊 一些自己的感受啊 其实会有那种 也不是说嚎啕吧 但是会有一些流泪的一些时刻 就是被自己感动到了 也不是 有的时候回忆起一些人 那一些事啊 会不自觉的会有这样的反应 然后去年其实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舞台啊 那春春心中的Top3是什么 要选三个啊 我觉得每一年的跨年我都是精心准备的 就是 当然也希望它是我心目当中的Top3的其中之一 另外一个我觉得今年的演唱会 今年的演唱会 我自己的演唱会周末愉快 跟各位朋友在一起的这样的氛围 有很多很多难忘的东西 再一个我觉得就是去到很多不同的城市 还有一些城市是我之前其实没有去过的 就是跟当地的很多的观众朋友见面 就是也是一个对我来讲挺独特的新的体验 那刚刚提到了跨年 其实这个跨年已经是春春带来的第19个跨年的零点秀了 那这一路走来你自己的感受如何 好难突破 这是我自己从无论是从内容啊 从舞台的表现啊 很多很多东西 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是 每一次都要去不断地突破自己 挑战自己的一个一次舞台表演吧 有的时候真的很累很累 然后觉得啊今年就这样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会翻出之前的跨年表演 再看一下之后觉得说不行 就是我之前自己做的舞台是这样的 那我现在也不可能说啊就这样 就唱了就演了 还是要去不断地去挑战和突破吧 所以重新翻出来看的最多的是哪一年呢 或者说你自己最喜欢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年呢 基本上我觉得从西门少年那一年开始 到后面的一趟 包括吴架 他们其实都是会成为我自己激励我自己的舞台 想要去突破的舞台 那下一个就是二十年了 那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想怎么去卷自己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先休息一下 那其实最近是有推出了这个新歌 今天有朵云爱我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谢谢谢谢 尤其很喜欢你们有句歌词是 今天吃什么也是大事 确实对我来讲是的 所以那春春今天吃了什么 甜皮啊 因为我今天抽到王鹤地的甜皮啊 就是抽那个艺人的那个礼物嘛 我觉得很对 很对我 所以现在吃了吗 还没有 还没来得及 因为刚刚就开场了嘛 开场之后 好那也期待就是吃完之后给咱们一个反馈 好的 那就是除了这个吃春春心中还有哪些大事 我的本职工作也是大事 也是让我很纠结的 很拧巴的 就是对我来讲的大事 另外我觉得可能家人跟朋友吧 就是可能经过了过去的几年 更加地意识到这一点 就会花很多的时间 想要去陪伴他们 有的时候包括歌迷朋友 可能我之前会比较少地分享自己的一些琐碎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感受上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去分享一些琐碎的日常 其实是挺珍贵的 因为人生就是由这些片刻 一些琐碎的片刻组成的 所以很珍惜吧 那今天春春这身衣服其实也特别显得身材嘛 然后刚刚也说到吃 所以这个马上要春节了 对于这个马甲线守护计划还有信心吗 我不知道 因为其实去年的春节就很破功 我不知道 就是每年你做好了计划之后 但是你见到妈妈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就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会不停让你吃吃吃 就是 所以就 顺其自然吧 那又打算开个线上班去教歌迷健身吗 不要不要 我没有那么专业了 那去年演唱会其实也开到了很多城市 见到了很多歌迷朋友 那今年演唱会的计划是 就是在计划呀 还在计划呀 但应该也快 快了吧 快了 会比去年演出场次更多吗 我不知道 就是 其实还是从内容出发 就是 先做好内容的部分吧 那就先期待一下 谢谢 也帮这个歌迷问一下 新专辑有在筹备吗 新专辑 也算筹备吧 因为我 其实 写歌它已经不是说 我按这个专辑就是这样 就切断了 它会一直是积累的状态 只是说下一张专辑什么时候我发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节点 但是创作其实是没有停的 那其实明年就要迎来出道20周年了 歌迷们已经提前开始准备庆祝了 所以想问一下 春春自己 有没有什么仪式感的这个庆祝方式 能给我们提前透露一下的 我觉得还有一整年可以想啊 就 没有那么着急 再想想看了 感觉是一个这个屁人不是这人 对 我觉得还好啊 就是还有时间啊 那比如说 到了什么时候会觉得 已经到了一个dead night 必须去做了 我没想过 我没有这样去想过这个问题 半年之后 好 那我们半年之后继续来问 会不会有那种紧迫感 也许有吧 对 这个我们真的是非常期待20周年一个庆祝了 然后想问一下 2023年给自己修了多长时间的假 2023年我还真的很少 很少假期 没有修太多假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的状态 那2023年如果有假期的话 那2023年如果有假期的话会想去哪里玩 我觉得2023年可能就是春节会休个假吧 去哪里玩啊 去 不知道去哪里玩 那如果旅行的话是更喜欢独行还是跟朋友一起 我觉得会希望跟朋友一起 那你是自己做攻略的还是跟着别人走的 我不是自己做攻略的 我是 我是 我是听朋友的攻略 但是我会 我会在吃上面做一些攻略 比如说当地的 就是一些 不是很 很有名的一些 小店啊 或者是当地的一些路边摊啊 就这些东西我会去 先查一查什么的 看来是吃这个垂直赛道的攻略高手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可以约一位圈内好友一些玩 会最想约谁 圈内好友啊 龙丹妮是圈内的好友吗 他算是吧 因为他 我跟他能吃到一起 他比较喜欢吃辣 其他的像 李荣浩 或者是景博然 都挺不错的 他们俩是为什么 他们两个为什么 不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认识很多年了 然后偶尔约吃吃饭 然后一聊天就会聊很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也没有聊出 有太多营养的内容 但是就是 每次时间都挺长的 那你们的共同话题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就是 有八卦 有美食 有家用电器 我为什么跟两个男的聊家用电器呢 好怪 也会聊一些就是那个音乐方面的东西 大概就这些方面吧 但没有想到春春也会聊八卦 当然会了 当然会 想问一下新年给自己的 新年KPI是什么 好好练琴 打算练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有进步 因为其实 就是吉他 反正这个东西 就是只能慢慢积累 因为他就是 那个进步很慢很慢 但是我觉得他也 也挺考验 你的那个定力和耐心的 就慢慢练络 然后我们今天是 升点突击队的一个 一日社交计划 所以也考验一下 这个春春的社交能力 我们首先问一下 因为其实每次去到新环境 可能都要见到新的人 那你是会主动出击去社交的人吗 不是 肯定不是 那你和大家快速守起来的方式是什么 听大家聊天啊 什么时候会自己参与进去 还是直听 如果有一个我 大部分我可能不太会 我就听别人聊天 可能有一个我 我能聊的话题或者怎么样 那圈内好友中 谁是让你觉得说 这个社交能力太强了 龙南尼啊 他肯定是 我们两个是两个极端嘛 他是射牛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小互动 就是有四块板 然后请春春挑一块 然后每个里面都 对应着一个 这什么手机 对一个手机 然后一个相机 一个相机 然后一个名片 还有一个是米饭 看看春春挑那个 选个米饭吧 可以 这米饭很可爱啊 对拿出来展示一下 好 那我们米饭对应的问题就是 如果想约到春春吃饭 什么样的菜系 对你最有吸引力 火锅 那有没有什么 是你不吃的 非常规类的食物 比如一些 虫 对就是可能 就是不是太常规的 那你是好友里面 主动去约饭局的人吗 我好像不是很主动 那谁是圈内好友里面 最会组局的那个 龙丹业 今天已经CUE了三次 龙丹丽了 因为他 对啊 他就是一个很 他就是个射牛 然后很主动的那种人嘛 那他都组多大的一个局啊 哦 是一个很 他可以把所有的 他的朋友 但是彼此我们可能不认识的人 全部组在一起 那然后会成为新的朋友 对有一些会成为新的朋友 对 然后再想问一下 除了约饭 春春就是日常最爱跟朋友出去组什么局 或者玩一些什么 看电影啊 或者是天气好的时候会录营啊 比如说四五月份的时候 北京那个时候会比较舒服 嗯 好 谢谢春春 谢谢 谢谢 是在今年这个新的作品 谢谢